北市警局进京船 有警官长期侵犯自己亲生女儿离谱案件 日前一名女大学生到北市副优队举报 表示自己担任警官的父亲 常以工作压力大喝酒 酒后回家更是对他毛手毛脚甚至性侵 但爸爸对他下了封口令 全家人全被蒙在谷底 直到自己成年以后 鼓起勇气提告整件事情才曝光 但事件爆发后 北市警局第一时间虽然撤除他的主管职 但似乎还没有任何惩处 跟外传他疑似担心退休金不保 火速递出提早退休申请 警界更有知情人士透露 这名警官平常做事算公正 不过还是经常得罪同事 似乎因为与有力人士交往密切 才顺利爬上主管职 现在也被外界怀疑 有人撑腰才没被惩处 先将该名远警调整为非主管职务 并报警停职 本局并未接获该名远警的退休申请 北市警局强调 没有接获该警官退休申请 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但身为人民保姆 竟疑似长期侵犯自己亲生女儿 引发外界哗然 究竟真相为何还要调查 但离谱夸张丑闻 以重创警戒形象 记者叶环林方亚乔台北报道 台队